Hello,大家好,我是外輝 Hi,我是海急 試錦的,剛才阿海拿著的手機問我 當個風數竟然出了外賣? 對呀 Oh my god 在飛魚圍傳我們最好吃的Pizza 它竟然出了外賣? 就看看它外賣的味道 保不保持我水準 由於時間關係,我們外賣已經爆了 我馬上看一看 是我最喜歡的顏色 是我最討厭的,綠色 先看看 聞到很香 但我相信它裡面的顏色就是它標籤的顏色 厚膠紙厚膠紙 很漂亮 那我們製作一下,一個淡餅 還有一個Pizza 有 我們來試一下今天的主角 試一下這個番茄水油芝士紫蘇博餅 好 試一下 為什麼它這麼軟的? 有 因為這個名堂叫做拿波利Pizza 我第一次吃這麼軟的Pizza 嗯 是不是很濃的? 嗯 它的口感很特別 嗯 沒試過 它外賣完全保持到水準 因為我以前吃過 跟以前的糖吃都差不多 嗯 反正我覺得挺有驚喜 以我第一次吃來說,這個也不錯 對 但是呢 我美中不足的是,其實我不太喜歡吃焦東西 所以在現場吃的時候,我已經有公認到這個邊是焦 不知可不可以叫它不焦呢? 下一次 我覺得OK 可能我喜歡吃焦東西吧 硬硬的,挺好吃 噴得那麼大,那麼糯 味 試完Pizza之後,再試一下這個鹹餅 這個是什麼名堂? 水油芝士野菇火腿鹹餅 嘩,我們來了 來了 太緊張了 嘩 嘩,你聞到那種香氣流出來嗎? 聞到啊,其實一直都聞到很香 嘩,它很足料啊 真的有火腿,我看已經看到一塊超大塊的火腿 我想說呢,我完全不覺得我吃蘑菇火腿芝士和鹹餅 因為它是超完美的,加在一起 這個芝士很大塊,我看到它裡面很大塊,凸出來 它這個芝士是有火腿味的,加在一起 加在一起 我喜歡它的皮膚硬硬硬的 我很喜歡吃這些很硬硬的東西 平時我們吃黑的Pizza都是百多元 這個烹餅的Pizza都是差不多的價錢 所以還要有得外賣 如果大家呢,你們好像我們兩個人少少的話呢 可以打電話去自趣 因為它好像用APP的話呢 300元才可以送到一碗 對,對 其實自趣就會新鮮一點 嗯,嗯 自趣到它是沒有限的金額 對,沒有低消 嗯,嗯 如果外賣的話,最好就是自備餐具 還好一點 因為現在外賣到很多 是啊,因為浪費了很多家 嗯,嗯 對了,如果你知道呢 有什麼特色餐廳在疫情期間開了外賣服務的話呢 不妨在下面留言給我們 我們在下面再見啦 拜拜